飘飘的怪物烈人化提议小剧场 清晰计划讲解篇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话说你在1月7号公布了怪物烈人崛起的最新的官方PV是吧 是的 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期就带大家来好好了解一下怪物烈人世界崛起当中的一些新内容跟一些新的系统 好的那话说现在这个什么怪 这个叫雪鬼兽 这是咱们游戏当中首次加入的一个新怪 原来还有新怪 正好怪物烈人世界无限照搬的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这个叫沿用 那么结果怎么就不沿用了 那么老是沿用的话 玩家朋友们肯定不买账 对不对 新怪肯定要出 于是乎就有了丑不拉几的雪鬼兽 我跟你说这个怪打起来坑猛了 你看就是左一拳右一拳 他还会砸地板 你看对吧很牛逼的招式 而且还会用兵器将手臂变成刀刃状态 懂了又是个低配斩爷 你这话说的刘斩容不开心了 而且我们鬼血兽还是有比较自己独特的一道战斗方法 这个不是每次都是用剑的 懂的就是砸地板对不对 还把剑砸出来丢你 还有横扫冲击波 天金狮子看了人都傻了 那有没有别的怪好像有 别的怪难肯定都是有 懂这个反世界没加进来了 崛起都进来了 这个什么招式 隐藏招式 通常有这么多隐藏招式吗 我跟你说很多武器都有隐藏招式的 对除了操充棍 这个电龙现在有名字叫奇怪龙 这哪一天只叫铺铺铺铺 我们给他取了个这种名字 还有棉狗龙王 天我是看出来的 反正世界没有加进来的怪 这次全部加进来 这样一来既凑到了树 又让大家有怀旧感 这怪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懂的就是什么抄袭自己是吧 是的就这样通过不停的抄自己 我们这个叫做沿用 每次加两个新怪 然后加一堆老怪就新作了 那你想说了 我们每次都不是加了很多新的系统 像这次的翔虫不是新系统 像我看来就是空中可以用的勾爪派身 我都说了以前勾爪派身不太符合科学逻辑 这个比较符合 而且你想翔虫还有这种瞄准飞翔了 利用这种各种各样的飞行技巧 你可以做到很多的战术的表现 各种逃命了 对啊你想这个怪如果一个甩尾 你像这样停留在空中不就躲过去了吗 闪避招式了 那你让龙车过来怎么办 那你就可以马上使用我们这种翔虫瘦身 消耗一个翔虫技能 立刻刷瘦身 并且翻越出一段距离 又是全程无敌了 使用的瞬间是无敌的 但是有个别的招式 这个翔虫闪避是用不了的 而且发动条件必须是你被打一下才行 我还被人打一下我才能放这个技能 是否则你以为的 你要直接原地使用的话 就用刚才我跟你讲的瞄准翔虫飞翔 其他时候翔虫技能基本上都是原来打怪的 接近怪物的 我懂了 你这锤子又来了 你看 怎么看怎么牛逼 好脚远程也很有逼的 你看这种对吧 大家都有拉近距离的技能 你看这种青铜上去还能换蛋 自动换蛋 然后猫车送回家是吧 有几个老猎人没被猫车过 玩怪物猎人你就会享受猫车 去在猫车的过程中体验游戏中的快感 看来玩家朋友们都是DM 那你不想到DM你像这种 还有这个爬墙对吧 这还有那种这个墙面翻滚的这种技能 活用的话也是可以闪掉不少招式的 还有这种踢墙对吧 活用的话你看一个怪龙车过来 立刻闪掉落地 然后再来一个龙车 你怎么办 那就再跳一次墙 有劲死了在那边跳一跳去 不知道的人以为你在这边演杂技呢 那你不要瞎说 咱们这个降虫走壁还是有非常强的这种应用技巧的 你看在高阶技巧当中 你要当这个体力消耗快进的时候 立刻飞水再用一个降虫飞回去 当体力恢复一点再继续往上爬再跳出去 你想想一下如果这是在战狼当中 你一下子爬的这么高 怪怎么可能打得到你呢 哦爬上去之后 然后掏出把重弩在那边黑羞黑羞的射了 是啊 而且我跟你讲你要是实在不行的话 你还可以在空中停留一会儿 恢复点耐力再往继续往上爬 我懂了这个就是体力不够了 你去挂一会儿东南枝然后继续爬东南枝还行 诶是的你看你看跳起来对吧 挂住像不像挂在东南枝上面你看对 我了个去自挂东南枝什么的 听上去有点搓 搓什么了不是挺好用的吗 我好像发现这个自挂东南枝还不用 还不用重裂技能的直接就挂住了 哈哈哈挺搞笑的嘛 你别笑我跟你讲啊 这个东西活用了之后呢 可以玩出各种各样新式玩法 你信不信以后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想成 玩出各种各样的这种绝招的 懂得懂得比如说跳出地图啊跳出地图啊还有跳出地图什么的 什么的 那么还有里面的什么东西没有啊 这还要问有啊这必须得有啊 我那什么呀 这就是万众期待的跨时代新系统 哇他直接跳龙背上去了 哎牛逼吧不仅可以跳上龙背上 而且可以操作龙叫做操龙还行 哈哈哈 想不到这个节目终于成了18斤 哎怎么这18斤了 我看过上剑的上坦克的上枪的 现在龙都可以上了 你说能不18斤吗 刚才哪天出个大咪咪吧算了 他不是让你名字改了吗 改了改了我们放错了视频 中方版那个叫玉龙不是操龙 哈哈哈 我们这个5号操作员这个胃疼了之后脑子就不太好用了啊 其实我们这个叫玉龙啊 哦那么怎么玉龙呢 这个玉龙呢其实很简单啊 屏幕上还是操龙哎 你怎么这么烦 说了玉龙就是玉龙 哦那到底怎么才能操作它呢 啊想要这个玉龙的话呢有三种办法 一种呢是使用这个虫技能 就是消耗虫技的技能 是的而且在使用的时候呢 会打出蓝色的字的这种都算 累积到一定伤害之后呢 这怪就会进入一个这个可以被操作的状态啊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提升上去 我们简称被操状态 是的当然这只是一种啊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个环境斗争的时候呢 那个被打出的怪呢就可以立即被操作啊 哦这个方便呢啊 再有就是在环境当中可以捡到这种叫土蜘蛛的小虫子啊 哦然后怎么用呢 就直接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可以立即将怪进入这个被操状态 这么简单的吗 这虫子在哪儿捡啊 这虫子呢这得叫你们自己去找了啊 这个反正地图上很多了 哦那骑上去之后就可以操龙了是不是 在操龙状态下跟操作人物差不多啊 但是呢这个它有分成强攻击弱攻击 还有这个闪避还有突进脱离啊 然后呢每个怪呢都有这个强攻击和弱攻击 每个怪就两种招式了 两种招式还不够呀 那好不容易可以操作怪物了 那两种招式好像有点少吧 关于这点呢因为我们还设计的 这个是一套闪避系统怪物专用的 这什么呢我左踏步右踏步的 这个闪避企图的精髓呢就是在你移动当中 或者在攻击当中或者受到攻击的时候呢 都可以消耗一个重击立刻释放出闪避 哦而且如果在对方怪物使用攻击你的一瞬间的时候 释放这个闪避的话呢还可以释放出冲击波呢 将对方的怪物呢震出这个硬直 哦在敌人攻击你的一瞬间按闪避 虽然打出15点血但是对面的怪物呢后仰了一下 然后呢这个突进脱离呢 其实就是跟之前一样的这个撞墙啊 哦就上头撞墙了还多了三个三个重现把它固定住了 对啊这样这个表现实不是非常的合理对吧 合理还行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撞墙啊在配合紧急回避的时候 你看好哦撞完墙紧急回避之后哦再能撞墙 哎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牛逼这样子一来的话就可以连续撞三次 这样呢你如果是目标怪的话你可以操他撞三次墙 如果是这个环境这个战斗的时候输掉那个怪呢 你可以操作这个怪撞那个目标怪三次 懂了每次撞击只有世界的三分之一的伤害逼着你撞三次 这个话说这个骑士呢是有时间的啊受到怪物攻击之后呢 这个时间会扣的特别多 所以还不能探刀多闪避 是的没错然后呢再有一个这个怪上面不是有个这个攻击条吗 什么这个放大招吗 啊对了这个东西满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释放一个大招 通过轻攻击重攻击闪避呢可以累积这个累积槽之后满了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立刻提示你啊这个释放这个大招 什么那个大招呢 那让我看看啊推一下哦站起来哦哦走勾拳右勾拳哎就这就这 但是期间给予怪物的伤害呢非常的高啊 而且可以将绝大多数怪物击倒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趁机去打倒地的怪了 你确定吗这个边上站的这个熊不会来操你啊应该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你一个大招放完队目标怪直接是被打热了 但是你骑的这个怪怎么办呢 就算不打你去打你的队友也是个问题啊 这个时候嘛你可以这个大便宇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可以用了嘛对吧 哎真的呀你想你操作两个小怪打打打去就算了对吧 你万一这个操作是个很大的怪怎么办呢你像对吧 比如说哎你看这个磁火龙哇一下100多 你看这个怎么办呢我都不敢放大招了 只能在时间快结束的时候两个怪撞一下算了啊这个哎对啊 否则大招放完这个磁火龙回头就是给你一尾巴然后我中毒了 但是你想这个放大招的全程伤害高呀能高到哪里去你说啊 能高得过那些分分钟可以把古龙按在地上来回叫做人的那种啊 这种劳力人们吗啊啊这啊这种哎哎哎话说好像这个操作棍上上批鼻的了 哎那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跳起来是操作棍吗是啊这个我们上新闻就跟你讲过了嘛 我们一直优待操作棍啊你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我信不信呢其实不重要只要观众朋友们开心对吧 只要他们一个个愿意的掏钱买我这个游戏呢啊我就开心了对吧我心情也好到时候13把武器再给他强化一下对不对大家就更加开心了嘛 哦对了再有这个我们这次啊这个训练场改成可以多人一起训练哦这个还算良心的吗是的这样自己搞的话呢很多人大家在集会所的时候呢就不会显得无聊 而且呢可以试试有些什么招式可以把队友打飞对不对这个就非常的刺激对吧嗯对的对你个他头不过这次好像崛起的这个画质还是挺不错的哦 那不废话们了我们毕竟用了这么多的怪物猎人世界配这个新的这个建模资源了对不对而且这个新年新怪物猎人要有新气象嘛对吧 而且你们之前不是写爱包男看吗这个这次两个小姐姐对吧水银火牙的绝对这个包你们满意啊 而且姐姐的配音是你们最喜欢的这个佐藤丽奈对吧 妹妹的声音也不差你说对吧这个 哇哇哇那可可以啊可以啊哎可以吧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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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么漂亮的两个小姐姐我到底是见男后呢还是见女后呀 好的各位新的观众朋友们呢这期节目呢做的有点急啊最近家里有点事然后呢没想到这个试完版马上就一起出了所以说后面还要再赶紧再出一期呢这次就不给你们唱歌了喉咙有点痛啊这个咱们今天就先搞到这里我们马上下期再见啊记得有空给个三连谢谢大家